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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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剛接觸健身的新手 亦或是健身好一段時間的健康 我們是否曾經感到迷茫思議的時候 會想自己當初 到底是為了什麼開始接觸健身 單純只是想為了減肥 還是想要練出走在路上 能夠吸引大家目光的大肌肉 或是想不斷地突破三項的表現 成為大家眼中的大理石 亦或是追求 舉重成功的那一瞬間 那一刻的成就感 也有可能 你只是想練出到處向別人炫耀的 街頭健身 喂... 很敢講喔 先別急著按Dislike 誰說我們接見只是為了炫耀 我們街頭健身是最能貫徹隨時隨地 鍛鍊身體的一種精神 是被炫耀的 嗯... 今天來請到一位我我在練接見的朋友 鍾翰 哈囉大家好我是鍾翰 嗚... 一起來跟大家聊聊 存在於公園中的霸主 鍾翰你接觸接見多久 我接觸接見大概兩年多了 所以當初你是為了什麼開始想接觸接見 是有受到誰的影響 還是單純覺得接見很吸引呢 嗯...我會接觸接見主要是因為 我有一個朋友我在練 然後看到他做那些動作 哇靠你太屌了吧 然後想說我也來練一下好了這樣 鍾翰我看你肩膀也很寬 然後手臂也很粗你知道嗎 我相信大家比較好奇的是 接見是否能練出像健美一般的好身材 嗯...其實我目前主要訓練還是在健身房為主 那我大概花前20分鐘做接見的一個訓練 對...至於接見能不能練得像健美一樣的身材 我認為不是不可能 但是有點難度 因為健美它基本上需要鼓勵幾多肌群出來做訓練 而且隨著我們能力的進步啊 我們需要增加我們訓練的一個重量 對...那這方面喔 接見就會比較難達成 但接見也不是說只能用自體狀態來做訓練 像我知道也有不少呢 會利用重訓器材來當作自己一個輔助的訓練 所以建議各位如果想要同時有健美的體態的話 可以把重訓穿插到自己的課表裡面會更有效果 不過可以肯定一點就是 如果你練接見啊 你的背肌覺得可以練得超級下人 因為我們知道接見有很多動作 就需要強大的背肌來完成 中漢我提醒說 你在訓練前大概只花了二十幾分鐘在做接見的訓練 然後就開始做一些孤立肌群的鍛鍊 所以你算是介於健美跟接見之間 而不是純接見派的 還是說接見其實也必須安排一些輔助的訓練 到自己的課表裡面 這有助於提升接見的運動表現嗎 據我所知街頭健身的訓練方式 比較偏向於強調全身的功能型訓練 強調爆發力跟肌力 主要都是靠自己重量來做鍛鍊 那我想除了像單槓以及徒手訓練以外 是否還有需要上健身房去做一些輔助訓練 就像我前面提到 我自己主要還是在健身房訓練 那我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讓我的身材練得更好 至於接見的訓練主要像蓋依剛剛說的 會以功能性訓練為主 那我自己還會再分析我接見的動作 所以我需要哪些肌群來完成 然後把它結合到我的健身房訓練菜單裡面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都做了哪些訓練嗎 我目前的訓練主要是做三休衣 那主要是分腿、胸、背這三個 然後我的肩膀跟三頭會搭配著我的胸一起訓練 對 然後二頭則是搭配著背 所以我手臂跟肩膀我大概都不會做超過兩個動作 對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在練胸的時候 我的肩膀跟三頭會一起出來用力 然後練背的時候二頭則會出來幫忙 對 然後我在一開始訓練之前 我會先從接見的訓練開始 對 主要是因為如果我是訓練完 才做接見的訓練的話 我會摔得滿慘的 齁 了解 但我剛剛聽你說 你沒有花太多時間在手臂的訓練上面 好 聽問你的訓練課表我發現 雖然沒有分得很細 但幾乎全身也都還是有練到 這樣不會因為增加了過多的肌肉跟體重 而導致接見特技上面的一些負擔嗎 我自己體驗的感想其實是會 對 因為我原本其實是一個後來不練腿的人 大家都不想練腿 對 我原本體重大概六七六八 那開始練腿之後 我上次到目前現在還七二 我在做接見訓練的時候 就發現這個動作比以前來的困難 那又以潛水瓶跟二挺更明顯 有很多開始想要接觸接見的朋友 可是他們同時又想要擁有健美性的體態 我想你這邊應該有很多好的建議 可以分享給大家 如果是剛接觸的朋友 我覺得可以先從提升自己的體能開始 無論是肌力 肌耐力或是爆發力 畢竟接見的動作算是比較高難度的動作 也比較容易受傷 就是我們可以先從單槓 雙槓 浮力挺身 甚至要進行健身房訓練都可以 對 我們先把自己的底打好之後 再加入一些功能性的訓練才比較容易受傷 至於體態的話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訓練 其實已經足夠讓剛接觸的人 已經足夠讓他們身材越來越好 對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飲食 對 其實飲食對於健美的體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畢竟我們如果第一 體脂高 我們的體態不容易顯現出來 第二個是如果體脂太高 體重變得比較重了 我們要做一些高難度的接見動作的時候 就會變得比較困難 接見的花招爸爸就 我以前在玩吉他的時候 有所謂的新手四和弦 不曉得接見有沒有所謂的新手四招 如果說入門的四招的話 我覺得第一個會是 暴力上槓 第二個是 後水瓶 第三個是 人體國旗 對 最後一個是 前水瓶 那所以如果新手想要練習這四招 應該要如何開始去做一個循序漸進的訓練 避免造成運動傷害 你當初最先練的是哪一招 以及你又是怎麼練起來 剛剛提到這幾個動作 我們除了暴力上槓以外 就是 大部分都是靜態的一個動作 所以只要有足夠的肌力 就可以完成 所以前面才會提到 建議大家可以先從徒手訓練 或是進健身房做訓練 來提升自己的體能 那提升之後 我們再來挑戰這些動作 那建議各位是 達成一項之後再挑戰一下一項 同意 當你學會了一項招式之後 你會有一種成就感 難怪這個成就感 它可以在你背後 推著你一步一步的去攻略下一個招式 如果你一開始就想要全部都練起來 這個也練一下 那個也練一下 有可能到最後你什麼也沒練起來 然後心歸一人就放棄了 對 沒錯 因為其實像我一開始 對第一個學會的動作 其實是人體國旗 對 其實我一開始就犯了 越級打怪的一個錯誤 雖然我很幸運的沒有受灑 不過我的動作其實並不是很標準 那我一直到現在都還在調整動作當中 所以建議剛接觸的人 還是一步一步慢慢來不要急 畢竟訓練是一個長遠的過程 沒錯 最後想問一下中翰 你連接健會特別去做飲食控制嗎 應該說我為了追求健美的神才 我會做一些簡單飲食控制 對 基本上像是油炸食物我就不碰 然後甜食飲料也都不吃 除非是偶爾聚餐的時候我才會碰這樣 然後我也會計算我一天大概要吃多少的蛋白質 對 然後大概吃進多少熱量 我也很幸運的做這些小改變之後 我的體代就越來越有變化 所以我也沒有做進一步的飲食控制 了解 所以你們看 想要用一個好的身材 是要靠時間跟毅力堆砌出來的 後悔掉進這個坑了 會啊 媽的 我這個東西不能吃 這個也是不能碰 這也不能吃太樂趣了 還有什麼樂趣啊 不要練了 不練了不練了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這類型議題訪談的話 幫我在下面留言 接見好潮喔 支持我們各個運動項目 想看更多的話就歡迎訂閱喔 我是劍仁蓋一 我是聰明 我們下次見 掰掰